國民黨這些高層各懷鬼胎 而且剛剛提到說國民黨要去救韓國瑜 問題是怎麼救 有沒有用 這個我用一句形容國民黨現在的情況 國民黨是派風金 還要看風水 國民黨是自己泥菩薩過河 派風金還要看風水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韓國瑜是現在他們國民黨內這幾個高層 是他們最大的天敵 比方說直接影響到就江啟成 你看江啟成這一次 雖然這個以改革之資來領導國民黨 可是你看他基本上他就是蠻瞎的 你看我們社會本來期許他說 你當國民黨第一件事你先去處理一下這個他們這個不分區立委這個事情 結果那個吳思豪 吳思淮的事情 結果他去跟吳思淮談一談以後 竟然出來跟吳思淮一起記者會 不但挺吳思淮他還怪罪民進黨說是民進黨在挑撥離間 那個鬼啊這像什麼呢 這好像說要你去抓鬼 結果你被鬼抓去 你不但被鬼抓去 你還跟這個鬼一起出來 罵說我們這些人很壞 這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所以基本上他是很瞎啦 但是不管怎麼講那個韓國瑜在國民黨內即便他被罷免掉 國民黨那些深藍的比較保守的通通是支持韓國瑜的 所以韓國瑜在他們國民黨內基本盤的支持度會遠高於這個 江啟成 所以他當然是江啟成的天敵 那更不用說其他朱立倫 吼龍斌等等 所以我認為在他們這些高層各懷鬼胎之下 一方面他們自己也知道說他們國民黨支持度不高 那他們也沒辦法來救到韓國瑜 第二方面他們也不肯 所以你看那一天江啟成有沒有 他在這個提到要救韓的時候 他發表一個聲明 你看那個他那個聲明是用念的 對 才幾個字他都要用念的 你說不是八字內心 然後你看他念的那個表情有沒有 這個表情 這個肢體語言是騙不了人的 那個肢體語言 那個表情就是說 我就想念念的 想說說的 吹吹杯給你交代一下 這樣就好 那事實上怎麼樣 那韓國瑜你就自己看著辦吧 所以我在想國民黨內的高層 其實他們大概是怎麼樣看待罷韓這一局 其實很清楚了 那即便少數有幾個 真的有心要幫忙韓國瑜的 那也是簡單講 心有餘而力不足 你像李乾隆 他根本他遠在台北又是三重 那坦白講 他即便擔任國民黨的秘書長 事實上 趁機打到高雄去 也冷掉了 如果說要抬王金平出來 高雄民眾是很懷念王金平 是很尊重王金平 沒錯 可是大家會分得很清楚 大家會把對王金平的尊重 懷念 擺在一邊 因為尊重歸尊重 懷念歸難 但是罷免 這是大家要考量這個人適不適合當市長 所以剛才東豪分析那個 韓國瑜有一點分析的很好 剛好跟我們去接觸到的或去問到的 其實就是這樣 韓國瑜就是什麼事 他通通不做決定 也不會做決定 他很簡單 現在市政他的看法就是 跟局處長他們的默契就是 市政你們決定 市長我來做就好 我覺得是並極亂投一 因為他點了這些人的戶籍 我記得包括方明應該都不在高雄 現在能夠在高雄的 大概只有一些 議員吧 選過立委 議員當然在 在地的 對 然後現在我聽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要找誰 因為韓國瑜對國民黨來講 真是可惜的 就好不容易打下這片江山 重返執政 自己把自己的機會給浪費掉 我只能講 因為國民黨背著韓國瑜 你就跑不動 也走不動 你就把韓國瑜這個彈子卸下來 國民黨才有機會 在高雄重新開始 你把人家騙了一次 背叛了一次 你還要期望一般的人 被騙第二次 短時間之內做不到 這個不是 這個我們剛才是比較客氣的 講是能力問題 其實這傷害最大的是 國民黨的信任 國民黨以後再講話 誰要相信 你三個月就跑去 Yes I do了 是史無前例的 去年的時候 所有人都跟他講 這是政治ABC 不要做這種 輕易嘗試做這種實驗 他講不聽 他覺得他最大 聲望最好 王金銘誰都靠邊站 朱立倫算什麼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了不起 他自己要打破 要寫下歷史記錄嗎 對啊 真的寫下了 他寫下一個歷史記錄 讓蔡英文變成817萬票 他寫下一個記錄 三個月四個月就要去選總統 剛當市長就選總統 他寫下一個紀錄 第一次有指教室市長 要被罷免 像這裡來 個人造業 天作孽有可為 自作孽不可活 韓國瑜自己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韓國瑜要承擔 還有國民黨要承擔 因為他是他國民黨提名的 國民黨擋不住 你知道他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葬不是只有韓國瑜 個人的事情